你还不知道要解约 你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面对记者询问 到派出所签到的 庆副董事长陈庆南 神色凝重 闭口不谈 加快脚步离去 解约之后还怎么处理 营烧多时的烈雷剑弹案 有了重大发展 国防部13日大动作 举出庆副公司五大违约市政 正式宣布 韩告庆副正式解约 但这的事情要不要 就是解约 而这军方还要跟你求偿 你拖得越久 损失越大 你的资金财务能力都不足 请你放弃 毕竟都是纳税人的钱 那是不是可以针对说 怎么样以不把它 又当作废铁卖掉 为最高制造原则 那来让其他的国内 相关的船公司 或者是造船的业者 看能不能进行承接 那最差的话 也可以让它变成是 相关的备料 让我们原本的 船制的妥善率增加 前前传出 庆福董事长找到资金易住 将于月底归还 海军提前拨付的 第三期履约款24亿元 但由于至今未补证 也未办理 萧綦展业 种种理由 海军提出了解约 那后续会依照政府采购法规定 然后刊登 庆福造船公司 它是我们停权的厂商 另外有关损失赔偿的部分 我们也会委由律师团 精算以后 选法律的途径 向庆福公司提出诉讼 随着烈雷剑风暴 持续延烧 国防部大动作 解约止血 后续的处理 恐怕的更谨慎 才能将损失降到这一滴 会讯息为 鲁宇翔李佳化 特别报道